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片備有多種語言節目,Multilingual subtitles available 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伺威探險組》 今次我們來到日本的東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回到青森縣的三澤市 來一間很特別的酒店staycation 這裡就是星野集團青森屋,Hoshino Resorts Aomoria 這間酒店我們是第二次來住的,上一次在六年前住過 覺得整個體驗都很正面,所以這次再來旅行都說明一定要回來這裡住一晚 星野集團的酒店在日本酒店裡面會被列為高檔次的選擇 每一間都會提供很高質素的服務 而這間最出名的是因為它的溫泉曾經連續十年被列為日本溫泉100選的第一位 後來還因為贏了太多次,所以已經成為了神級的選擇 從此之後已經退隱了,不再跟人爭第一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間酒店的溫泉一生真的起碼要來浸一次 入到酒店的大堂,你可以看到全間酒店都有一種現代混合傳統日式的風格 很簡潔,很舒服的 在大堂的一角,我還聞到一些香味 原來是很有名的青森繪木 這些繪木含有的精油,據說是有殺菌作用的 酒店就建議住客用小袋裝小小放在枕頭底 說香味可以令大家睡得舒服一點 回房之前我就不客氣,弄兩包回去試試 今次我們住在酒店的本館 今次的住宿,我們是在星野集團的官網預訂的 我個人就覺得以酒店的性價比來說,價錢是合理的 當然在某一些日子,例如日本的黃金周就會貴一點 今次我們住的就是和陽室客房 而我們訂了的這間是比較大的size的客房 入到去,你可以看到圓關和走廊 穿過了,你就可以看到睡眠空間 因為是和陽混雜,所以睡的是床褥 雖然房間的地下都會鋪了塔塔米 房間的一角,你可以看到有個corner 可以坐在這裡看電視和休息 而旁邊你可以看到森林的景色,非常清淨和寫意 房間裡面的布置非常有日本的傳統 房間裡面也有小雪櫃和空氣清新機 房間裡面的洗手間是乾濕分離的 你可以看到淋浴空間和座廁是分開的 房間裡面的備品是酒店自己的品牌的 但是都算是挺好用的 趁太陽未落山,我們就去了酒店本館旁邊的公園那裡散步 一進去,你就會看到這裡有個露天竹湯 坐在這裡休息一下,看看湖景都挺舒服的 圍著這個人公園走一下 你可以看到周圍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植物 而剛好這裡的櫻花都開了,所以很漂亮 這裡還有個小籠牆,裡面你可以看到在門口歡迎過我們的小矮馬 這裡還有個小籠牆,裡面你可以看到在門口歡迎過我們的小矮馬 散完步,我們就是時候換件浴衣,下去酒店本館地庫的廣場 這裡的佈置以青森睡魔制做主題 到處你都可以看到非常有青森特色的紫燈籠 酒店的賣店裡面,你可以找到富有地道特色的手信 包括一系列以蘋果做的食品 在這裡也有得玩釣飯立貝遊戲 上次我們玩了真的釣到幾隻,真的挺有趣的 這裡也有個蘋果汁水龍頭,無限供應冰涼的蘋果汁 味道很清甜 都是時候去浸一浸這裡酒店的浴場浮湯 裡面不是很方便拍給大家看 不過酒店的觀望照絕對不是騙照 我會覺得這裡的溫泉很美 你可以浸在這個圓形的露天浴池 觀賞四周的圓林景色 而且這裡的水質真的很漂亮 浸的時候你會覺得水真的很滑 所以這次我們在這裡住 我就把握機會在這裡浸了三次了 浸完溫泉都開始覺得有點肚餓了 剛剛好就是吃晚飯的時間 我們這次住宿就是在酒店的餐廳享用自助晚餐 用餐的桌子很有私人 桌子與桌子之間以竹簾間開的 自助餐取餐的地方都很大 你可以看到食物的選擇都真的很多 我覺得最值得一試就是這裡的鐵板牛 梵立貝刺身、盧端燒梵大貝都真的很棒 其他熟食的外觀都很吸引 這個就是地道出名的海產、海潮 個人就覺得不太建議大家試了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韌 還有一點腥味 這裡還有其他冷盤、沙律以及甜品 這裡也有無限添飲的果汁 以及無酒精特飲 翻桌子試一下食物 我就會覺得它們絕對值得一讚 燒梵立貝很大隻 而且肉質很軟熟 牛肉肉質就是一般 但味道也是好吃的 刺身裡面的蝦和飯拿杯都是很新鮮 天婦羅因為是新鮮炸起 所以是熱辣辣也很鬆脆 其他的熟食食品味道也是不錯的 這個醃製的蘋果片味道酸酸甜甜也很爽脆 第二道是吃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海鮮湯也是很好喝的 裡面你還看到一隻帆拿杯 甜品方面 我會建議大家試這個自製的蘋果生地 你可以在雪糕上自由放上蘋果脆片和蘋果醬 整個甜品充激著清香的蘋果香味 而且因為蘋果脆片真的很鬆脆 所以口感很豐富 第二天早上的自助早餐都一樣是很出色 我會覺得最值得一試 就是這個以帆拿杯為主的壽司飯 你喜歡吃多少都沒人阻礙你 真的很棒 另外我也會很建議大家試這個非常富有 東北特色的帆拿杯美珍煮 除了這些之外 自助早餐的食品選擇都很豐富 除了日式還有西式的食品選擇 再轉個近鏡給大家看看 壽司飯裡面的帆拿杯真的好大粒 所以我吃了四五粒都已經好爆了 帆拿杯美珍煮我就會覺得比較鹹 不過裡面都有滿滿的帆拿杯肉 最後我會非常推介這裏的紅肉蘋果醬 好香甜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整體來說我就會覺得這次的住宿性價比很高 這裏的客房布置好美 溫泉水質絕對是沒得彈 而且食品的質素和選擇都很充裕 這裏的職員服務也都算是好窩心 所以我會極之滿意這次的住宿體驗 今集就講到這裏 下一集見 本影片並非廣告 全宿個人視頻分享 多謝你看完完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 喜歡的話請給個like支持下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可以按鈴鐺才看 thanksforwatching and see you soon Ciao 再點個好 請訂閱 1 1 2 1 1 2